重绳主岛与流氓市的市民拿着海豹到基地外抗议 因为日本防卫省3月30号举行飞弹部队成军仪式 市民非常担心倘若战争一来 这座配备飞弹的城市将被敌人视为优先攻击目标 防卫省官员将陆上自卫队军旗授予基地连队长 这支约有170人的第7反舰飞弹连 不只驻守冲绳本岛 也指挥临近的宫谷岛石渊岛飞弹部队 目的当然是在海上阻绝并排除敌人对岛屿的侵略 很明显针对三不五十通过宫谷水道的中国海军舰艇 而部队配备的12式陆基反舰飞弹 又称日版鱼叉飞弹 使用卡车平台能够机动部署到合适地点 经过性能提升之后 巨型飞弹射程已经从原先的200公里 提升为增程型的900公里 除此之外防范中国的通讯干扰 将是这类武器能够发挥效能的关键 防卫大臣牧元忍为此专程去了一趟 设在横须鹤的自卫队通信兵学校 日本计划将自卫队网络作战人员 从2019年的890人到2027年扩编为4000人 防卫省同时敦促国会尽快提出法案 制定防范网络攻击的对策 不让有敌意的国家有戏可成 华日新闻无限上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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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